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 先议员张婉池针对电动自行车挂牌实行情况相当的关心 并在会中提出许多的建言 张议员表示 目前许多外籍移工都骑乘电动车 但至今却看到许多的电动车依然未挂牌 对此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多加的宣导 这种从去年11月30号到就是规定说要挂牌 这件事情期限有多久你知道吗 因为目前我到现在看到我们县政府这边 其实都没有看到你们在做家常的一些宣导 就是因为毕竟我们外籍移工算非常的多 那他们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用 微型电动车来代步 可是我目前都还没有看到你们有做什么 就是非常的明显的宣导 比如说像图文的宣导 或是说口头的宣导都并没有 那这部分麻烦你就是要来去做一个改善 南投市因为有南钢工业区 是南投县外籍移工生活聚集的大奔营 近年移工多以电动自行车代步 常见有乱停车飙车等交通违规 导致事故频传 对此先远林亦如也在惠仲针对此问题提出建言 也希望宣导能够多家的部份停满了 整个南钢工业区现在 你如果晚上就好 平常是他们上班 你晚上去洗一下 你看 那个速度真的很快 叫慢车 但是速度之快 再次呼吁希望说我们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张婉池针对电动车挂牌宣导的部分 就叫县府相关单位 而县议员林亦如则针对移工骑乘电动车 常有交通违规的部分提出建言 也希望县府能够多家的重视 紧速改善 记者邱平俊 南图县议会采访报道